现在开始了 橘红色森林野火在道路尽头狂烧 笔直的公路也出现裂痕 民众在车上直击 末日般的惊悚景象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以及附近的亚伯达省 遭到野火肆虐 截至周六烧毁超过2000公顷土地 多条公路关闭 至少3000人被迫撤离 倒下的路樹砸碎擋風玻璃 破壞保險桿 南韓週末則是飽受怪風侵襲 中青北道與經濟道有建築外牆或招牌砸落 部分還纏上了電線桿 造成超過500戶居民停電 而在中亞的阿富汗則是因為季節性強降雨 好幾個省全都遭遇嚴重洪患 數以千計的房屋全被水淹沒 雖然官方表示已有153死 但聯合國透露暴紅至少奪走300條人命 阿富汗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並且展開救援行動 同樣因為暴雨釀災的國家還有巴西 上週末又再度降下新一波豪雨 使得原本就因為洪水土石流加上水壩潰堤 而災情慘重的南大河州 離難人數攀升到136人 無家可歸的災民也在一天內快速增加到53萬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